主筒饭大家都不陌生了吧 把主筒换成Q弹的鱿鱼试过来木游 从里到外都可以吃哦 最喜欢这种残暴痛快的吃法啦 火腿肠和彩椒是用来拌饭的 切成小丁混在一起 不用问切成多大的小丁 你觉得喜欢就行 看着美丽水热的样子 感觉吃进了好多VC呀 而且就算你是不爱吃蔬菜的宝宝 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根本就挑不出来呀 嘿嘿嘿 西芹和洋葱也给它夸夸切片 用来做什么呢 老下看就知道啦 最爱的精华酱汁 加了蜂蜜 甜辣酱 蚝油 哎呀想想味道就是酸中有点小甜 甜里带点小辣 辣后又一个合格的吃货 必须吃得出的 那叫一个层次 接下来就是要挑食宝宝酷晕在厕所的时刻了 尽情的将蔬菜混合起来吧 鱿鱼桶洗白白后将馅料填进去 不过别塞得太过忘情啦 一半的量就差不多啦 不然可以看到一场鱿鱼桶炸裂的表演啦 友情提醒不要尝试 因为厨房还是要自己来收拾的 用牙签将鱿鱼桶的口封住 Q弹的鱿鱼此时就很有手感啦 白白胖胖的鱿鱿鱼桶 接下来我们就进烤箱吧 洋葱菌和西芹菌终于可以上场啦 铺满整个烤盘 让鱿鱼更好地释放出海洋的味道 耐心等待30分钟 中途别忘了取出来刷酱哦 出炉后小心烫手 稍稍放凉后再切开 要涂满蜜汁酱料才最完美啦 哈哈哈哈